Hello 大家好 吾逸啦 星期一讀書Live 今個星期一繼續和大家講下半部份 就是《香港鯉魚》這部書 上個星期講這部書的時候 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反應很熱烈 然後就PM我 問我本書在哪裏買的 其實我絕大部份在這個頻道裏 和你們介紹的書 你在香港各大的書店 三聯、商務、成品、樓上書店 都有的了 網上買都有的了 如果你說有些書 即是你在香港主流的書店 買不到的 那我會不會看呢? 我都會看 只不過不在這裏和你說 因為主流書店都不擺放的話 即是現在你知道整個環境轉了 有很多東西都是 很多人都是避得就避 譬如這個人可能懷疑 是不太受政府歡迎的 那他可能很多的書都會沒有了 那所以這類書 如果是這一類的話 那我就不會在這裏平台說 那你們就 那裏不存在買不買呢? 我沒有介紹過 那但是如果我絕大部份在這裏 介紹的書 其實你們都買得到的 所以其實你們就 正常就不會問我 在哪裏買 那買書當然是在書店買 如果不然我 即是你買書正常去書店買 那就不會叫你車行買 所以我又不太明白 到底你們為什麼會這樣問 所以我又很想知道 即是你們到底 其實我們這個讀書頻道 由COVID做到現在 其實都是推廣讀書風氣 其實到底你們有多少個人 是有看書的習慣呢? 即是我很想知道 即是你們沒有理由問我 即是我現在介紹著書 你們還會問我是哪裏 可以買 這個其實到底是慣性的投射 就是想都不用想就問 如果你們真的不知道 即是兩者我都覺得很奇怪 兩者我都覺得很奇怪 如果是不知道 是不知道在哪裏買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買書 不是書店 難道是車店嗎 難道是車行嗎 那就是 那為什麼還會問呢? 所以 李儀曾經 在她的失敗者回憶錄裏 她都有說過 她一身人 她叫她自己做失敗者 原因就是 因為她推廣兩件事 都是不成功 一個就是她追求的自由民主 她覺得現在最後 都是發展為零的 另一個就是 她在港台幾分鐘閱讀 不斷就是 希望推廣 因為我讀書 就更容易聽 一分鐘就講完了 真的很難的 我覺得一小時我都講不完 所以有時候要分兩字 一分鐘怎麼講 就是只有她才做到 結果兩件事都是失敗的 亦都推廣不了香港人的讀書風氣 所以我很想知道 到底你們有沒有 讀書的習慣 有沒有看書的習慣 其實看書的習慣 都不是一個星期要看一次 一個月要看一次 不需要這樣量化 只不過你會有一個習慣去 即是看書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你看電視 那樣 斷猜你 一天怎麼都開始電視 對吧 即是這些很習慣的事 即是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 你們告訴我 知道你們有沒有 否則 有什麼理由會問我 書在哪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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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在書店買 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問 好了 我們繼續講香港理語 這部書 其實我發覺 很多粗口 和很多所謂的理語 Slang 都是和性有關的 不知為什麼呢 這個 又可不可以大家解釋一下 如果大家知道有什麼原因的話 你們又告訴我 即是為什麼和性有關 譬如這個 很少 它都畫出來 譬如打野戰 這個就真的很好搞 然後 另外 稍後我們會說 譬如這個 食羊腸 我都很少 就是它都畫出來 這個動作 這個很好笑 我們稍後再講 我們今天 首先要講的 就是講一下 有些字 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是這個意思的 其中一個 就叫做好拱 好拱 好拱 好拱的拱 就是 Literal 它都說沒有一個 translation 它說它的意思 是很upset 很convuse 很embarrassed 即是 我想是很upset 很convuse 即是好拱的意思 即是說 Oh no What happened Why you look so 好拱 很拱 好拱就是 Why long face 即是如果你用英文譯 為什麼會有一個 long face 即是抱著臉 所以我的理解 我的用語的詞彙中 就是初四 即是連初四 我有問過 我這朋友 為什麼要形容一些 很upset 很long face 的樣子 就是連初四 因為初一、初二、初三 都上班 到初四 不是 初一、初二、初三 都放假 到初四要上班 你就會很upset 你就會很困難 你就會很浪費 你就會狹狹狹狹 那就很有道理 所以初四 就解釋 就是狹狹狹 這個 真的很困難 我看完這個詞之後 我就想起 最近一連串的新聞 就是社會時事 最近 我覺得 環繞著我們 都只有一個議題 其實都不是什麼 國安 那些 某些人喜歡去街市做show 那些又另計 其他人 其實我覺得最 纏繞香港市民 或者每一天 都是新聞最多focus 其實都是說經濟 包括之前 就是夏寶龍來香港的時候 又再次為香港指名方向 那些指名方向 我又說一次給大家聽 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 今七招牌都不是一勞永逸的 香港八大中心 每一項都是需要努力經營的 要適應新形勢的 否則再強的優勢都會慢慢流失 那這些東西 其實等於媽媽是女人 說了和我說是沒有分別的 那世界就是在變 國家在變 香港不能守株待兔 那香港要追上時代的部分 要識變、應變、求變 真的很怕這些牌語 這些牌語通常是沒有意思的 真的懶惰是惹 但其實聽完之後 那就是講什麼 那你想怎樣變呢 重點是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你以為傻嗎 連我工人姐姐都知道 香港現在的經濟環境 和以前不一樣 雖然他是印尼人 但他也看新聞的 他的廣東話很好 他經常聽我和家人說 他也知道 他也知道 現在香港經濟真的不好 真的 外面很多的店舖都閉上去放假 他也看到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就不需要勞煩下主任去說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我需要你指明方向的 是你告訴我 我應該向哪個方向 我應該是怎樣變 以前香港政府的收入 很依賴地產的 現在地產 你一見到地產 地產的市道 又是另一單 在我 搜尋這麼多的平台 看新聞 其實是其中一個 就是Top3的位置 現在你見到各大地產商 都一齊 一齊 推樓出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聰明 因為辣椒 一relief之後 其實一定是有一塊的購買糧 就好像報復式 所謂的報復式 一定有一個購買糧 在這個時候就要推出來 所以大家其實 夠快是吸這個購買糧 吸完就沒有了 就是那一刻 所以你見到一眾的地產商 全部都推樓出來 現在這個時候 長實就是在黃宗坑 剩下劈價賣 看見似乎現在買得最成功的 就是我九東家 就是九倉 我們有一個群組 他們每天都報復 每天都開香檳 我都恭喜他們 真是厲害 就是 已經收回八多億 真的厲害 在這樣的市況 可以這樣購買 是厲害的 那你見到長袖也要砍 是不是 那你就會見到 其實現在各大的新聞 就是地產商 就趕著把樓推出來 所以接下來這個暑假 好像也有很多樓 啟德那裡又有一堆樓 會推出來 那地產商就買大 開大 就是他們投資投資得多 然後也會有很多的借貸 在現在這麼高息的情況下 大家又會 除了在地產商趕著去劈價之外 不一定劈價的 是出其謀地推樓出來 之外 其實也是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之前借了很多錢 現在要怎樣還息呢 九倉我似乎沒有這個問題 最沒有需要 沒有債息的壓力 當然其中一個就是誠哥 否則他也不會跟周小姐說 你要有兩年 即是貸款是穩健的 兼且不要借錢 那 所以他肯定沒有詳失 肯定沒有這個問題 另一個 信和也沒有這個問題 信和 就是 就是 過去 曾經幾十年前 面對過 同一樣的問題 就是借了很多錢 高債的問題 所以從今之後 醒醒定定 從今之後 就是 這個 不再借貸 或者將借貸 保持得很低 所以信和在這個 這麼有 高息壓力的情況下 他很穩健 當然最不穩健的 其實其中一個是 新世界 例生 你會看到很多 包括之前大樓說 如果這個高息再耐久 一段時間的話 應該有很多人不行 而 其實高息這件事 不僅是看新聞 即美國聯儲局 這個通脹不減 他看來 就是今年 無論如何都不會減息 甚至 有個說法 就是可能明年還會加息 所以 如果沒有債的小市民 你沒有東西要供 的話 這件事 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 但是影響 也不是那麼大 影響我們的是 高息的時候 即是你做生意的成本 高了 以前可能 借一塊錢 去發展一件事 我要還這麼多 但是 如果我現在同樣借一塊錢 如果那個回 因為我的縮息高了 如果我的回報率不夠 適合我的息的話 那我借來做什麼呢 就算適合我的息的話 要適合我的成本 但是現在香港做一些投資 到底有做什麼的投資 的margin 可以有這麼高呢 所以 當你的經濟 即是在高息的狀況下 一定是難發展的了 難發展的時候 那你就是大家都站在那 生意就難做了 但是 對於一些借貸很多的 例如 例如新世界這些 那現在就是 另一個 除了大家的發展商 搶著去賣樓之外 也是在看 其實有很多 借了很多錢的 大機構 大家族 大企業 其實都是面對著 怎麼辦呢 即是今年到期 可能有60億 只是還息 有些可能是 六八億又要還息 又要還債 那大佬怎麼還呢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都 都挺有趣 即是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幾年 其實我真的沒見過這個環境 真的沒見過 即是以前 可能幾十年前有 但那時候很小 不懂 而真是這麼大的女兒 都沒見過 所以其實 香港現在是有很多 新的轉變 這些轉變 不是mile的轉變 是 女應外合劇烈的變動 劇烈的變動 所以 下主任說這一堆 就是 說了和不說 有什麼分別呢 重點就是 你說要變 那向哪個方向 變呢 即是地產商 現在已經不會再 好像以前找那麼多 被政府的貢獻 負房的 也肯定沒有那麼多 他們還賣不賣地 也不知道 好了 政府的收支 肯定是減少的了 但是 政府收支 減少之餘 還有很多支出 這個我們一一一一一用後再說 所以你說 是不是整個狀況 不但香港人很拱 我覺得現在整個香港都很拱 整個香港都是初四的樣子 說到尾 就是錢的問題 你的收入越來越減 越來越不穩定 而你的支出又越來越龐大 好了 那你說變 我先說回來 變 變的方向 到底是變什麼 以前地產是大舊大舊大舊去找 現在搞來搞去 就是搞一下夜經濟 不是夜經濟 是夜繽紛 然後再搞日夜都繽紛 就是廟街 現在好像說 會再extend OK 你廟街再extend 十年又怎樣 其實你補不回那條數 那你那個 夜繽紛 日夜都繽紛 廟街 接著那個盛事經濟 盛事經濟 其實Honestly 我真的暫時看不到 到底翻了什麼 盛事經濟 因為花的錢有很多 美絲 搞獲竹 接著藝術展 但好像生意都是一般 那你 還有一個家族辦公室 家族辦公室就出了杜拜王子 杜拜王子 好像說下個月再來 現在我就說 他因為不妥這個沈雲龍 拿他來搖 所以他就為了不想益這個沈雲龍 所以他就走了 那這件事是不是這樣呢 實在太過 那麼少的事 會不會令到一個 那麼重要 那麼高級的事 去Postbone 甚至Call off 之後再做 令到大家有那麼多疑團 那些版本 越吹出來 是越奇怪 你大人物做生意 哪有那麼死 那麼婆娜的呢 那你要踢他就被踢他走 對不對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那麼 John Lee 都應該打死沈雲龍 對不對 因為你一個人去炒禍 我整個香港家族辦公室的branding 還要給星亞波少 你還不斬開他九龍嗎 所以整件事很奇怪 你明白嗎 很不誇張 很無說服力 但是你只是知道了 現在呢 國安啊 那些什麼安物安呢 其實 就算在這個下主任的 speech裡面 其實都放得下 相對來說 是在說 喂 香港說到尾 現在好境不上了 你又麻煩你發奮圖強 你想些方法去變 你知不知道 喂 你點名了方向 就告訴你你要變 我都說了 連我姐姐都知道了 但是問題的重點 是怎樣變呢 那現在怎樣變 這個moment 我們就見所謂變的方向 就是夜繁紛 日夜都繁紛 盛事經濟 還有搞到一鍋足 很搞笑的家族辦公室等等 所以就 所以你說 是不是倒抽一口涼氣 這些又是很 這個 廣東話很有活力 倒抽一口涼氣 那一刻 大家都問 當你 當你有些什麼想不可以 危機一壓汗的時候 你說 你 這個狀態就是這樣 就是叫做到 吹一口涼氣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 其實這個 都幾好笑 都幾在香港現在的狀況 另外 有一個 就叫做 花生友 這個花生友 其實是很好笑的 就是 純粹是 看人吵架 看人吵架 就是花生友 就是 這個就是 這些花生友 就真的很香港 就是 那種狀態 就是一路脫花生 一路看球 花生友 就是隔岸 觀火 你又罵到死 你又鬥到死 我又在旁邊笑著 那樣 那現在另外一個 就是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們 都 我又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關於現在 就是我 很想特別強調一下 那個國的經濟 因為 現在就是 你會見到 就是 剛才說回 這個下主任說的 就是說 現在你所有事情都要變了 其實我們這些記者都有問過John Lee 有問特首的 就是 特首因為出來說 哇 你看我們3月多厲害 旅客升有這麼多 來巴士尼 又有這麼多 這個城市經濟幾點 那就是 現在唯一 其實他可以說的 就是城市經濟 但是到底回來多少錢 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3月份 其實我有很多做零售的朋友 其實都是 就是真實 我聽到那個做零售的朋友 是怎樣的 他們說是恐怖的 簡直是 因為3月份 就是有復活節價 他說 基本上 就來進入復活節價 是整個3月的人 整個香港的人好像消失了 就是說 我的朋友全部都是做一些 一線品牌 無論是賣蛋糕的 一線品牌 又或者賣化妝品 Fashion那些 都是一線品牌 他們說是驚嚇到 是可以全日是沒有人入店 是有些網絡的 他們說一天可能只有百多元 他們說是市無錢 也是這樣 所以很多人的3月 我不知道其他 就是我認識的朋友 香港做零售一線的牌子 3月份基本上都是虧的 虧舖租 虧人工 都是虧的 因為那些人沒有了 而他們跟我說 有一些甚至他們說 其實基本上在過年前 開始已經做 即是1月底已經開始做 他們又問我是怎樣 我說其實我們3月都做 我說我們3月都做 是人很多 但是買東西的人就很少 即是少 即是比起我1、2月 1、2月的時候 我們都OK 都蠻好的 但是真是不知道 為何3月會是這樣 即是靜了很多 人是多的人 但是掩殼包的人 就是少了 那 有些就連人都少 有些人都少 所以那個狀況 他們告訴我現在的情況 就是香港 只有半年可以做生意 如果是這樣說 現在香港最大的敵人就是放假 一放假就沒有人 一放假前 你預算一個星期 那些人就陸續續走 就算還沒走 都會放假行李 他們已經不會很出來 逛街買東西 想著我飛去日本 飛去歐洲 到時才買 所以就什麼都不買 他說 那現在暑假不就很大 他說是 所以現在 拼搏 是搏一個4月 搏一個5月 他說6月 起碼都有半個月 他說6月都未必有半個月 他說6月隨時都是 頭頭 早 可能是一頭一個星期 他說 因為國際學校很早放假 現在很多小孩子 要不就走了 要不就轉去國際學校 他說 很多國際學校 基本上是下一個星期之後就放假 所以就拼搏 6月的第一個星期 然後就是 6月中開始 到8月 基本上不用做了 然後 你想想 9月開學 10月 11月 12月頭的人又走了 真是 真是和數數 香港一年 只有半年做到生意 但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令到慌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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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慌的 這個就是 那些 不斷衝擊你 不斷衝擊你 你知道那件事其實是在變化的 這個就是我們很需要 就是領導人指名方向 到底怎麼搞呢 就是 人們一來走 就算不走 那些 其實都可能是打卡 就是小紅書經濟 就是很多人來 但都只是打卡 你真是 那個 那個 洗錢的人 真是好事 怎麼可以令到那些人 多些洗錢呢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那些人多些洗錢 多了多洗少就少洗 尤其肯洗 但是似乎都沒有了 所以 這件事 都是很擔心的 另外還有一間 你也不是說不怕的 就是那個 那個 叫做 中美那個 有可能的貿易戰 這個其實也是 之前 大家有看新聞 都知道 就是耶倫 就是美國的耶倫 財長 他去了北京 那 討論的問題 主要就是中國產能過剩 什麼叫產能過剩呢 就是說 你overproduce 你那些東西 明明可能全世界需要10架 你就給20架 那就將這些價錢 全部推出去的時候 就很低 那 產能過剩的問題 主要是集中幾件事 就是環保的產品 比如 太陽版 譬如電動車 然後 又譬如 另一個 就是叫做 其他的清潔能源產品 都有這個過剩的問題 那這件事 其實我一直都很 搞不清楚 到底美國說得對 還是中國大陸說得對 就是他就說 喂 你不斷政府補貼 你不斷輸出得這麼便宜 那是不對的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那 這是不是一個事實呢 但是 所有出去的產品 全部都賣光 都賣光 即是社會 市場確實是有這樣的需求 如果你市場經濟 需求和供應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的時候 很自然有這樣的供應 大家都是公平競爭 如果你不夠中國貨 又便宜又正的時候 那你說鬼 我自己就是這樣想 還有我聽過羅家聰說 他說 其實呢 中國產能個性這件事 其實都是美國人屈的 那我後來就是 所以我這件事 其實我一直都很 question mark 到底 理據在哪裏 直到最近 我就 看到有一位的 前官員 是主管這個 經濟事務的 那我就把這個問題 就交給他 到底是怎樣 他說其實呢 在世貿協議裡面 是說了 其實是不可以補貼的 就是你國家 你可以競爭 但是你不能這樣補貼的 但是呢 其實呢 美國人一直都知道 中國是這樣補貼的 其實一直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件事呢 就是 根據那位的前官員的說法 其實這個現象 已經是存在了很久 中國是補貼的 令到那件事是有競爭力的 而美國是不是不知道的 是美國一直都知道的 是一直都 welcome 因為你有些便宜一點的東西 所以呢 看來呢 就是現在說到尾 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為什麼突然之間 在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 不是這件事 是突然之間出現 是這個時候 需要這件事 擺放到他的 agenda那裏 需要做一些事情 是去 即是 同理 即是所謂的 即是 要加你的 那個 關稅 這樣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一個 政治時刻 拿出來的東西 這件事已經存在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都是默契 大家一直都這樣做 一直都沒有問題 直至到 時間需要 關係轉變 這件事就拿出來 就成為了一個 大家叫做 講的 一個籌碼 所以其實我覺得 美國人 那些public agenda 其實真的很高超 你想想 他每一次做一件事 他都不是跟你隔空 這樣說 他都是找一個很高級的官員 去到你家門口 跟你這樣說 你在外面去看那件事 你就一定會覺得 美國人 他真的 再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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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聽 我就來辣椒了 即是你在外面 一般的perceive 是否這樣 你的perception 是否這樣 包括接下來blinkton 又會去大陸 似乎又是會 類似一樣的事情 所以大陸 就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 就是傳統的train up 那個問題 因為美國人很習慣 面對媒體 很習慣 要跟傳媒交代 跟公眾交代 所以你說他歪你 又好 甚麼都好 可能你大陸會覺得 我一直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突然之間 說不可以 不老做開都是這樣 那問題就是 別人玩politics 比你玩得高手 可能你只有一個盲勁 別人就會覺得你很夜晚 別人就會不喜歡你 但美國其實 都不是甚麼好事 但他很懂得去包裝 即是他 告訴你你產能過性 你令到我們生存不到 現在全世界的太陽能板 大陸佔了八成 你一聽到 嘩 這麼厲害 即是他用血本 是不斷濕食材 令到其他人無法競爭 你聽下去就會覺得 嘩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但原來這件事 其實是 這個狀況 不是特別的這件事 這個狀況 其實原來美國默許了很多年 一向都是這樣做 但他們又很懂得做 做全套 即是找一個很高級的官員 再跟你 與眾心長這樣說 但可能 對於大陸來說 就很茫然 為什麼突然之間 你來這樣跟我說 一向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想變 一下子 其實 你看到大陸 即是BBC有一個新聞 其實就是 當 美國西方社會 在訴求大陸是產能過剩的時候 其實 大陸入面 其實有很多工廠都是倒閉中 即是 中國的工人 是不能夠同意說 中國產能過剩 這是最近BBC的一個新聞 你去看一下 所以那件事 令到我很迷惑 為什麼是這樣 一個就說到你做這件事 好像突然之間這件事發生 而一個就說 喂!不是 所以 其實真正的真相 其實就是 原來這件事已經存在了很久 多久 如果你說簽WTO到現在 這件事真的很久 這類情況下很久 只不過是 什麼時候需要提出來 就是一個時機的問題 而別人也很懂得包裝 那什麼就是大陸 如果你一天 不開放 你一天 都是要 即是將媒體 變成你的propaganda 你的媒體都沒有 這個說服力 是不是? 那別人其實全世界 是不會相信你 你覺得自己很屈 你覺得自己被 很冤禮 你覺得自己很委屈 是你自己造成的 即是 遊戲規則 你都不會玩的 大家都要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不可以每次都是戰狼 是不是? 即是 你這些 任何人都不喜歡戰狼 即是任何人都不喜歡 尤其是你說做生意 國與國這些是超級大生意 是不是? 那你每次都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自己吃虧 即是我覺得 所以呢 這個 現在就是301要調查 即是現在就是 拜登這些 真的很厲害 即是他就會說 你中國排外 你現在不在這裏競爭 你是作弊 你是cheating 你是作弊 那你一聽下去 你就很自然覺得 一定是大陸不對的 因為所有這些作弊是不對的 受愛是不對的 那你有這些復刻 是不是一定是你不對 就是 即是多厲害 人家就是manipulate media 那些delivery 多厲害 那它說 如果301調查 發現中國是有不正當的競爭行為 美國就是應該將中國的鋼鐵和鋁的關稅提高三倍 而目前美國對這個鋼鐵和鋼鐵的關稅 在特朗普的時代 是設下了7點 即是他比他高這麼多 那所以呢 就是 你想一下 整件事 人家一聽下去 不熟悉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人家就會覺得 那一定是你大陸不對 你又受愛 你又cheating 那懲罰你 是不是天公地道 這個是很雷聞的一個想法 所以拜登就說 近年美國是以國安為由 因此是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 是作為一個管制 而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曾經親口問過拜登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就說 因為你會將科技用在錯誤的圖上 即是你會錯誤 你會用在錯誤的用途上 所以我就不會給你這些先進的晶片 那他又再重新 我不是跟你搏鬥 我自己跟你精平競爭 那所有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即是我們當然國語局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intervene 但我覺得做人 大家都應該要學一下這個說話的技巧 即是你說 一個就是 橫盲 不講道理 習慣了我要怎樣就怎樣 即使他有道理 但因為他的賣相不好 那全世界都不會相信你 另一個 你說他是大奸狗 那他是大奸狗 但是大奸狗包裝得很好 他又會告訴你 是你不對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作弊 都說了全世界任何人 一聽到不知道過去歷史的人 一聽到作弊 那當然作弊那個不對 就是你不對 那要懲罰你對不對 當然是對 你考虧作弊都要懲罰 是不是 所以他就會再用很多的詞彙 來告訴你 我不是跟你搏鬥 我不是跟你角列 我不是要跟你decouple 我只不過要跟你公平競爭 你會覺得說他 你做到這樣 他都不跟你decouple 他很敏感 另外那個當然是生氣 另外那個當然不是 我覺得這些所有事情 都是基於觀感上做得不好 而觀感上做得不好 其實是有很多事情 包括你政治的體制 你出來所謂 別人一直都是用民主自由 令到那件事做得很好看 他是大部分人都信任他 但他裡面有很多魔鬼的東西 別人看不到 或者他偶爾做了一些魔鬼的東西 但他有很多好的東西 別人會覺得平衡到 但你又不會 所以我覺得今時今日 這樣的狀況 其實真的很難搞 這件事真的很難搞 當然 我們不是說什麼花生有 就是香港 你帶國的博弈 香港一定是受傷的了 所以我希望 不知道 我想接下來 那個經濟環境 都可能會 會繼續 是有些令人擔憂的 但是 我也都是覺得 香港人 如果你要消費的話 你就不要那麼衰 只要走去日本消費 進去歐洲消費 或者回大陸消費 其實你都一定要在香港消費 香港這個動力 才可以繼續下去 其他人 有些東西 如果你在香港有的話 為什麼一定要去日本買呢 雖然Yen現在便宜得很便宜 但是 你走去倫敦 你的酒店 機票 加起來 其實那件貨物 不會差很遠 那你就光顧一下香港店 不要每次都回大陸 我覺得這些 就真的 很 很衰 如果你香港 不幫香港的話 那怎麼辦 那我們這個部分 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 就要轉入Patreon時間